再来关心乌克兰的战事部分 俄军持续对于乌克兰各大城市猛攻 南部包括了马里乌波尔跟奥德萨双双被包围 并且不断地遭到俄军的空袭炮击 不过情姿显示 乌克兰仍然拥有马里乌波尔的控制权 另外在卡尔可夫 有部落客拍片时遭遇空袭 差一点小病不保 首都基辅周遭卫星城市持续遭到猛烈的炮击 甚至有一栋民宅公寓被炸出了个大洞 疑似有约一百人受困在瓦砾堆当中 在俄军炮火没有平歇之下 乌尔战争双方将在周末举行第三轮的会谈 连成一排的民宅公寓 中间被炸出大洞 只剩断圆残壁 一旁还勉强矗立的建筑 也被烈火从里到外烧得焦黑 俄军残暴行径一再升级 弃道德底线于不顾 针对平民狂轰猛炸 位在基辅西北方 仅48公里外的小镇 伯罗江卡 原本只是个平和住宅区 但俄军入侵后 成了地狱般景象 当局推估有约一百位居民 受困瓦砾堆下 但由于炮击不断救援困难 5号凌晨又有巨大爆炸 出现在基辅外 135公里的切尔尼哥夫 让居民身心俱疲 而在第二大城卡尔可夫 布洛克拍片中话讲到一半 战机呼啸而过 接着飞弹炸毁他头顶上大楼 玻璃残骸不断掉落 布洛克拔腿就跑 躲进地下室 索性没有大碍 北约秘书长亲口证实 俄军使用杀伤力强大的 极速炸弹 公然违反国际法 绝不可饶恕 另外俄军持续对乌克兰 南部大城奥德萨 跟马里乌波尔 进行空袭炮击 并打算从南北两路同时夹击 奥德萨海岸边 可见居民排出长长人龙 筑起沙包墙 防堵俄军两栖登陆 乌克兰国防部长也证实 在尼古拉耶夫的港口 集成自家一艘海军护卫舰 避免被俄军取得 六人好编译